风静了 雨停了 刘翔回来了 12秒97 刘翔创造了今天世界最好成绩 这是刘翔重回巅峰的正名时刻 也是刘翔时隔五年再次跑进13秒大关的经典时刻 2012年上海钻石联赛 男子110米蓝比赛 赛前整个上海电线雷鸣 风雨脚下 老天爷用极端天气考验着上海的观众 也预示着今晚注定不平凡 现在雨还是非常大 多观众身上已经满天被泡了 大家是打着伞 在没有任何遮雨状态的情况下 在关注这个比赛 本来是现场观众的热情打动了老天爷 伴随着刘翔的收场 雨停了 风静了 天空过美啊 雨呢是好像渐渐停了 风呢也是在减小 对男子110米蓝有一个高水平的表现 也能做着准备 本场比赛 中国队派出刘翔 史东鹏 谢文俊三大高手 迎接来自美国乌虎的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这几位名将在世界赛场所向逼宁 唯独遇到刘翔的时候 胜少不多 健康的刘翔不惧任何强敌 唯一能击败刘翔的就是喷子的嘴 此战中国军团能否在刘翔的带领下 在家门口捍卫荣誉 我们拭目以待 很神奇的是上来的天气呢 突然转好雨停了 风静了 我们等待着这令人期待的14秒钟 比赛开始 刘翔的启动反应还是比较快 快速上第一个男 刘翔处于领先 前三个男大家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比赛特森本第二位 奥里胡在往前赶 刘翔保持状态 最后初次12秒99 刘翔跑进13秒 刘翔再次跑进13秒 创造了再会迪路 风静了 雨停了 刘翔回来了 12秒97 刘翔在08年之后重回天风 真的是让我们身临其境 见证传奇 这是刘翔职业生涯第四号成绩 也是刘翔最后一次跑进13秒大关 2012年刘翔状态火热 测试油精炎的比赛中超风速条件下 跑出了12秒87 凭世界纪录的成绩 刘翔所有人都期待 刘翔能够在伦敦奥运会再度登顶世界之天 但命运再次跟刘翔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请看下集巨星陨落